話說昨天說到,司馬灰忽然在大樹下見到一頂M1鋼龜,非常之害怕,就想起了長殘匪。 大家可能就覺得奇怪,想當年我軍百萬紅獅過大江,冰封過處所向披靡, 打到國民黨的軍隊就像秋風掃落葉那樣,那些殘兵敗將好像根本不堪一擊。 那怎會忽然之間,這些殘兵逃到緬甸後變得這麼厲害呢?老實說,這個問題你問我,我答不到你。 司馬灰亦不知是甚麼原因,反正是吃虧,亦有豐富作戰經驗。 最後總結出一句話,反正不撞見長殘匪就算了,撞見他非死則重傷, 一點好處都撞不著,反正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對手。 唉,都沒有辦法。 在司馬灰的印象當中,至今還活躍在緬甸的各方武裝人員當中,幾乎沒有人配戴真正的美式M1鋼龜。 這種頭盔近年來只有長殘匪還戴著,所以他就想起長殘匪。 不過即使長殘匪戴著也好,極少是貨真價實的,大多數是仿美造的中正式頭盔。 所以司馬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唉,真是害怕甚麼,來甚麼。 在野人山裏,如同長殘匪這次真是糟糕了。 於是他就不由分說,親身馬上撲香淺,把獵刀砍過去。 眼睛看著就來劈中的陰影了,噗一聲,刀鋒所及之處。 竟然像是斬在頭盔上,竟然像是斬在木上邊。 走近一點一看,原來斬在一條樹藤上邊。 唉,那種鋼龜,也都隨即噹噹噹地拿到地上。 司馬灰定眼一看,原來枯樹頭上邊拱起一塊,好像湧泥那樣的白色植物。 他的樣子真是奇形怪狀,好像人頭一樣。 剛巧,就頂在那頂美色M1鋼龜的下邊。 所以司馬灰來一看,就覺得好像有個人,帶頂鋼龜蹲在那裡。 現在司馬灰看真了,唉,覺得自己非常之魚。 這個時候,阿翠和玉飛燕在後面就跟上來了。 一上來,就扶起司馬灰,並撿起那頂鋼龜,問他甚麼事。 喂,這件這樣的東西在哪裏撿回來的? 司馬灰跟著就說,這頂這樣的東西不是中正式,是真正的M1鋼龜。 司馬灰想起阿翠頭上邊,現在傷勢不輕,在完全封閉的空間裡, 這頂鋼龜正好適合,一點秀職都沒有。 於是抹乾淨,就幫阿翠戴上。 阿翠見到美軍的M1鋼龜,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他就馬上拿出卡拉威的祖父,剩下的日記簿,指著其中一項和司馬灰說。 對,我想起他的我 報導有說變實無線電臺通修中出現的暗語ADD 是第六獨立工程作戰團的通訊代號。 沒錯,就在這裏講過了 司馬虎一看,果然是 ADD就是第六獨立工程作戰團的通訊代號 剛才就是他們發信號給他們 這樣也未算出奇,更出奇的東西還在後面 羅大利說在樹叢中發現那堆東西是甚麼呢? 那堆很大舊的鐵 竟然是一架自重三四噸 裝載的重量在六七噸左右的美國道奇式十輛大卡車 這種美國產的老式軍用運輸車 在緬甸的山區是比較常見的 當年經史迪威公路的完善 很多車輛曾經翻到山溝裏 或者被地雷火炮炸毀 至今也無法統計出準確的數字 但令到司馬虎感到萬分難以理解 並不是說在這裏見到這架卡車 而是如果以古尖人建造的四百萬寶塔之城的年代來推算 這片地下森林最少說是一千年沒有見過天日 那怎會突然露出一架二次大戰時期的老式卡車 大家數腳指、手指、計雲 現在才是一九七四年的夏天 盟軍在緬甸進行大規模作戰 即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的事 這個當中的時間 距離大大話說 相距不過是短短的三十幾年 當然很可能在二三十年當中 曾經有人機緣巧合 闖入過野人山巨型列谷 如果將思路再放遠一點的話 這樣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片地下森林古樹參天 莫說車行 人走動在其中 亦感覺非常吃力 激來激去 那一架重近十噸的大型卡車 怎能開得進來呢? 但後來查查一下 大家便慢慢發現 這架道奇式卡車後面幾米遠的地方 竟然還停著另一輛道奇式卡車 一模一樣的 接著沿路穩過去 松林殘骸當中的十輛美國造 居然是一架接著一架 一架接著一架 不見盡頭那麼多 羅大海便拋頭了 你說那真是活電鬼咯 剛才那點燈光明明在樹附近出鏈 難道這裏還有幸存者 幾十年了 還有幸存者 不是吧? 但我現在看這裏 鬼影都沒有隻 那這些美國十輛造 究竟是怎樣開進來呢? 在地上生出來的? 司馬虎就說 哎呀你不要理那麼多 先看看車內有沒有食物再說 如果有罐頭 說不定還未變質 快點全部拿出來再說 說話之間 兩個人已經手足並用攀上其中一架卡車 揭開繁埔一體 才發現裏面根本沒有任何東西 不要說食物 只有兩門帶有支架和底盤的迫擊炮 其餘的都是彈藥 還有少量的反暴兵地雷和燃燒彈 那緬北地區多年以來戰事不斷 不同型號和產地的武器彈藥 幾乎可以說遍地都是隨處可見 或者可以這樣打個比喻 生活在偏僻山區的人 可能這一世都未見過 蕃茄和牙膏之類的日用品 但如果你說各種地雷 什麼反暴兵、炸裝甲車、美國產的、日本出的 你問他哪樣都說得頭頭是倒 就是這麼奇怪 但是玉飛燕就不懂得這些老式的武器 他見到那個迫擊炮那麼粗 那麼得人驚 就問司馬恢 啊,這個東西是什麼來的? 司馬恢就沒有回應他 他見到車裡面有地雷 就即時想起那些曾經被地雷炸閉腳的戰友 所以忽然之間玉飛燕問起這件事 他也心不在然 跟著說 這個是美國佬的107毫米化學迫擊炮 可以打高爆彈、煙霧彈、白輪彈 尤其那種白輪燃燒彈一燒就一大片 著起火上來燒到周圍的樹木 很快 有一次我就幾乎被他燒死了 說完又從卡車跳下來 從前邊爛了玻璃的車窗裡鑽進駕駛室 一進去發現周圍都遍布蜘蛛網 但裡面空空如也 連紙水都沒有 大家先後查看了幾部軍用的卡車 全部都是踏不著火的 見到裡面散落的物資也是大同小異 多數都是軍需品 但沒有槍枝 也沒有發現附近散落任何駕駛員的屍骨 好像整個車隊是憑空掉下來的 是怎樣的 喂 是哪些人駕駛車進來的呢 難道那些車自己會走進來嗎 一定是有古怪 四個人你看我我看你 想想一下 不約而同地想到一件事 哦 這裏難道就是幽靈公路206隧道的盡頭 咦 你別說 真是有這個可能的 美軍第六獨立作戰工程團 利用第一次英緬戰爭時期 剩下的隧道舊子 將幽靈公路B線收到野人山大列谷附近 就從塔坊隧道當中湧出了一大堆龍墓 造成很多人員的失蹤 所以最後被迫放棄 撤退的時候也將隧道炸毀了 那為何又有運輸車隊進入到這個列谷最深處呢 另外 那些十輛的美國大卡車上面標記也都非常之模糊 也都很難以斷言 這個一定就是軍方的車隊 唉 好像有些希望 但想下去也想不通 大家繼續想 想到頭都爆了 也都想不通這輛十輛的美國大卡車 為何會出現在野人山大列谷的地下叢林裏面呢 那這支失蹤的部隊 當時究竟是遇到什麼情形 才會變到剩下車 連人的屍骨都沒有了呢 難道在冥冥當中 真是有個死神張開了懷抱等他們來 羅大利更加胡思亂想 接著他就發一諷 哦 如果我們之前看到那些信號 真是這些失蹤人員發出的呢 哼 那我可以肯定 這個地方肯定有鬼 玉菲燕就很討厭人說鬼的 接著就罵他 你是這樣的死山佬 經常都說鬼鬼鬼 如果真是罵鬼就好了 那就簡單得多了 因為俗話都有說 鬼怕火弱 用槍打他 就形影驅滅 我們都背著槍 所以怎會撞到鬼 鬼都避開我們 所謂六合之外 存疑不論 依我所見 諸如什麼重力異常 患事錯覺 持長效應 四維交錯 黑暗物質 飛碟作用 失蹤現象等等 全部都有可能存在 忽然是玉菲燕說這些話 嘿嘿 接著他就有機會上位了 喂 我見你這樣說 就以為你很有見識 哈哈 原來你都說了 那些亂七八糟的神秘現象 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的所有神秘現象 到現在沒有一個是人類可以解釋的 跟那些鬼怪的事物有什麼區別? 哈哈 我以為你好聰明 原來是豬頭餅 那這個時候 阿翠就不跟你說笑 接著很正經地說 你們不要爭了 你看看 這裡是什麼回事 那原來 在那些十輪美郭卡車的附近 那些鑽石是很大塊 非常之奇大 表面都呈現幽暗的代青色 有石人有石獸 似乎是一座千年前沉入地下的寺廟宮殿 在樹藤的掩影之下 妙牆湧道依稀可見 雖然在黑暗裡看不到遠方 但僅從那些雕刻精湛的殘跡當中 亦能夠感受到這片廢墟的規模 肯定是很浩大和非常之神秘的 那阿翠這個時候 舉著一盞照明燈 讓大家認認真真地看下那些牆壁 看下看下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在那些磚瓦石壁之間 滲透出薄薄一層的泥湧藏的植物 那你說 在毫無生機地下重臨的殘骸當中 為什麼會竟然出現生命的跡象呢? 這個現象大家都解釋不到 司馬灰就不睡了 又認真地在附近看了看 發現在周圍的膚藤殘骸裡面 確實生出一層的泥湧 泥湧是什麼呢? 是一種植物來的 原始森林裡 經常都有千年老樹枯死之後 其驅桿死而復生 再次生出花木這樣的現象 我們叫做菇木逢春 但是在野人山列谷最深處 這個中年不見天日的地下深淵裡 大量出現這樣的情況 確實有為常理 那些形似泥湧的植物生長的速度非常驚人 就跟之前那頂M1鋼盔下面見到的那些一樣 就你望實它那瞬間 就可以長成海腕那麼大 裏面包著密集的竹蘇 顯得妖艷奇怪 好像一個有血有肉的生物一樣 司馬虎見他的樣子那麼稀奇 嘗試用手碰碰它 一碰它 只見指尖之間 就有一扭扭的白霧流出來 怎麼看都不像是地底生長出來的菌類包子植物 他連綿拔下水埗 控近些紋一下 一紋之下更加詫異 接著他就說了一句話 你說難道我們身邊的時間 在這個時候都忽然間凝固了不懂得動 是的 其餘三個人見司馬虎 好像認得這些植物 就打算問他 但這個時候司馬虎無緣無故彈據 說他身邊的時間好像凝固了不懂得動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裏面是有原因的 司馬虎認真觀察附近滋生蔓延的植物 覺得很有必要向不明真相的群眾解釋清楚 為什麼他剛才說這句話 話說這些形態 或像湧泥的植物是極不平常的 它的根徑雖然好像肉質 但卻不像出現在地底的普通菌類 你離它遠一點 它就無色無味 如果你走近一點看它聞它 那股味就會逐不可耐 從花蕊當中生長出來的葉和竹蘇 用手一碰它就碎 好像是有形無質的物體 外形看下去 就近似霧狀的蒲公英 按照相物的說法來說 這件事就根如菌 葉如蒲 絕牙露生 無異於仙樹靈根 野人山大裂谷裡面的最深處 是死氣沉沉 毫無生機可言 有什麼可能會出現這種特殊的植物 那是不是時間出現錯誤呢 難道你說不反常嗎 玉飛燕終於明白它的意思 然後就說 哦 緬甸山區的原始松林 有整億年的進化史 這裡的植物千奇百怪 目前人類所知所見識的 也不過是十分之一意 即使地底有些特殊的物種 有什麼奇怪呢 你覺得 司馬恢跟著說 我不是這樣看 據我所知 只有古西域增加羅深山動物裡生長出來的 幽潭婆羅才會具備這些特殊 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植物 你知道嗎 玉飛燕聽她這麼說 蛤 幽潭婆羅西域增加羅山 是什麼 所以玉飛燕非常吃驚 因為她不懂 後來司馬恢跟她解釋 原來這個增加羅 是獅子國斯里蘭卡最古老的稱為 那裡生長著幽潭婆羅 這個幽潭婆羅幾個字是怎麼寫的呢 幽就是擔幽的幽 彈就是彈花一燕的彈 婆羅 大家知道 在佛典南無妙法蓮花心經裡 都是記載著三千年才開放一次的幽潭婆羅 其實成語彈花一燕 就是從中得回來的 相傳幽潭婆羅這種植物 是千年一燕 一開花就殺時間就會枯毀 究竟世間當中 是否真的有幽潭婆羅這種植物的存在呢 因為幽潭婆羅又不等於是彈花 所以這只是一個傳說 究竟她們現在見到的這一堆東西 是否真是傳說中的幽潭婆羅呢 如果這裏真是長著幽潭婆羅 那又說明了些什麼呢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回來再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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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